農糧署和日本磁城县的立坚市 签订合作备忘录迈入第六年 立坚市每年都采购台湾的香蕉 作为日本学童营养午餐水果 采购的品项和数量也逐年增加 11月将采购大约5.4万根的香蕉 提供给239所学校 大幅提升了台湾农产品的能见度 也成另类的国民外交 穿着日本传统服装台上演奏古典乐器 带动现场气氛 替台日香蕉行销记者会拉开序幕 各种香蕉制品琳琅满目 台湾香蕉优质美味不在话下 台日合作签署MOU提供香蕉给日本 立坚市学校当作营养午餐 已经迈入第六年 日方参与市丁及采购水果品项和数量逐年攀升 除了香蕉之外还增加凤梨 文旦等国产水果 经过六年的努力我们已经 十八个市丁 然后两百三十九所学校 不只是要把市丁增加 学校增加 连品项我们也要逐步来增加 日本磁城限时一月将采购约五点四万根香蕉 提供给两百三十九所学校学童当营养午餐 而为了积极推动台湾水果进到日本市场 农粮署也开发日文版产销履历 让日本消费者可以获得日文的生产资讯 日方也在今年六月同意开放台湾红龙果进口 农粮署对产品外销推动不遗余力 让日本孩童在学校也能吃到台湾香蕉 成为另类国民外交 只有苏靖哲张员杰台报导